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话题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在昨天提及说 不管是脱党 危机或者是单独参选 都会触犯党的基本党计和党规 但是好像郭台铭和王金平 仍旧是没有放弃他们要参选的可能 那想请教一下惠林女士 蓝英现在整合真的是困境重重 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这个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咎由自取的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们只能说蓝英的整合到目前为止 只能够败中求胜 换句话说 就像苏世在范增论里面说的 务必先服也而后重生之 也就是说今天你蓝的自己理念 如果真的是够团结 你像民进党一样知道 一定要一起打下江山 哪怕用再低级再龌龊的手段 我先把江山打下来了 同志之间我们不管有什么嫌隙 打下来江山以后 我们再来坐地分肥 可是国民党从来不是这样的一个政党 我们必须很遗憾的讲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各大诸侯的表现 都让人家觉得 尤其是让第三势力的柯文哲觉得 劣解国民党有望 但是现在蓝英诚如刚才 我们泰逊老师讲的 就是说不是没有希望 坦白讲 郭台铭担任副手 要面对支持韩国瑜的 这些民众的这些反弹 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初选过程 大家已经觉得你是初尔反尔 你就是一个 你讲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不给糖就捣蛋 你就是没有一点参加这个初选 竞选的一个风度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要跟郭和 坦白讲 就算郭愿意 挺韩的民众 或许会含泪同意 可是坦白讲 郭也不可能同意 所以我觉得 今天最好的一个计划 就是跟朱立伦合作 朱立伦在怎么样 第一个 他过去从政资历完整 第二个 他在这次初选的表现 我认为某种程度 已经弥补了 上次他作为党主席 换柱的那一种 让大家觉得 这个整个挺蓝军的民众 都觉得非常的心灰意冷 那他这次的表现 其实我坦白讲 他讲了一句话 我很欣赏 他说呢 这个成功不必在我 但是成功一定有我 所以呢 现在韩国瑜如果能拉着 这个初选第三名的朱立伦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虽然是有挺朱的大将 比如说朱立伦 以前提名的这些民意代表 公开的讲说 希望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 事实上目前 韩国瑜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他必须要拉着朱立伦 朱立伦是对所有 这个国民党的民众来讲 他虽然不是非常主义的第一人选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副手人选 好的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杨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